《红色轮盘》敏感时机出版 谁将被推上二次文革祭坛 作者 陈维健 最近 一本名为《红色轮盘》的书在美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该书有钱私募基金高管沈栋出书 披露被指为中共高层担任白手套的前妻段伟红 与中共高层的金钱交易 主要指的是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 此书于四年前 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所揭内容上来看并没有更多的东西 其中指温家宝的夫人张贝里拥着一个粗俗不堪的面首 并赋予重要的位置 倒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 不过暂且按下不表 要说的是出书的动机与时间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轮盘》的回忆录透露十多年前的事 作为审栋他为何要写这样一本 显然对他自身毫无益处的书呢? 有让他陷入大义灭亲 把失踪多年的前期陷于更大的政治漩涡中 那么他是为了揭露中共高层的腐败的正义之举吗? 自然不是 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出书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就是要在中国掀起一场社会大变革 将资本集团打倒 实现共同富裕 这场运动已经开始 谁是资本集团的代理人 谁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 我们知道毛泽东开展文革 主要的目标是二把手的刘少奇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理人 那么二次文革总代理人又是谁呢? 这本书的出台时间来看 很容易联想到不是别人 就是前总理温家宝 但会有人疑问 温早已退休 不在任上 说他是代理人有些勉强了 是的 确实是有些勉强 但是一场运动总得有一个人要送到祭坛 即使没有也得树立一个 而温家宝是最好的人选 人们不会忘记温家宝在行将退职前震聋发聩的话 现在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大家应有紧迫感 他又说 深知改革有难度 但是改革只能前进 不能停滞 更不能倒退 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温家宝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是在十年前 为何那个时候他就预感到文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呢 置身权力中心的温家宝 经过文革的温家宝 会比一般人更感受到文革再来的气息 但行将退休的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发出感叹 知我罪我 结为春秋 果真不出所料 在他退休后 家世国事 接踵而来 温家宝是党内第一个在正式的场合 明确地提到文革将重新发生 改革开放以取得成果将得而复失的人 但是温的讲话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只不过一个临江退休的总理 故作惊人之语 或者是一番牢骚而已 但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现实被温家宝一语中的 否定文革 预言文革 无疑是二次文革最大的政治敌人 要开展新版文革 必须批判温家宝对文革的否定与预言 而在政治上要批到一个人 最好的方式是道德上打掉他的优越感 当温家宝的家族贪熟奢侈被放到台面上 温的任何正义言论在道德上变得可笑而站不住脚了 当年打刘少奇 也是先将夫人王光美的腐败生活拖出来 现在温像夫人张贝丽不但是个珠宝大王 还是一个生活荒淫拥有面首的女人 而对温家宝来说 还有比这更奇耻大辱的事情吗 这样一看 红色轮盘一出虽然挖的是陈年老式 但新的政治意义不可低估 温家宝会成为二次文革的刘少奇 会不会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不妨等着看一看 但温家宝的文革再来的警示之言已经成为现实